哈喽,早上好 现在我这里是周六早上九点半 我刚才吃完了早餐 每天早上我都会喝一杯咖啡 我还吃了吐司和果酱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早餐 今天我有点懒 我不想做很复杂的早餐 我想好好地在家里休息 看看电视吃些好吃的 下午的时候我打算去健身房运动 因为这一周我都没有怎么运动 我想多去健身 如果你也需要健身的话 就跟我一起吧 我现在在健身房 今天是周六 所以健身房里的人不是很多 我先做一些拉伸 然后我会在跑步机上跑步 不妨子 我先做一些 我先做一周 如果你还做一周 你不做一周 我先做一周 你不做一周 就算你不做一周 我先做一周 现在我准备去朋友家里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饭 我和我的朋友会点一些越南菜一起吃 因为我挺喜欢吃越南粉的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我刚从朋友家回来 我住在多伦多的市中心附近 我的朋友家离我有点远 从他家回来 我坐了大概三十分钟的地铁 现在我觉得有点累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可以看看YouTube上的视频 最近我开始学习法语 看了很多YouTube上的法语视频 我发现看视频学法语很有意思 尤其是看法语的Vlog 可以学到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表达 这让我产生了灵感 我想用同样的方式来教中文 所以我开始了 所以我开始了A Cup of Chinese 我希望可以帮你们学到地道的中文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就给我留言吧 别忘了关注 下次见